放眼望去一整條黃沉沉泥水 但這不是河流而是馬路 車輛開過去漸起水花 水宣洩而下非常湍急 基隆下雨 雨勢猛烈 部分地區出現淹水情形 基隆七度自強路 民眾走在路上水已經淹到腳踝以上 大雨不停歇 七度仁愛區都發布淹水警戒 新北金山潭子溪還在進行河道重建工程 就又迎來大雨出動挖土機加速乾供 要把從上游沖刷下來的土石清理乾淨 避免下大雨影響河道流速造成淹水 重點你上游啊 上游河床一定要整些 沒有的話一直沖刷下來 沖刷下來導致河床 河水過大的話就沖過河床 李長回到現場 回想起上次山陀兒颱風 潭子溪暴漲會提一對夫妻 被無情的溪水沖走 只希望上游河道該整治就要整治 別再讓悲劇重演 新北市金山三河橋下 因為雨勢越來越大 造成這個溪水是暴漲的情況 滾滾泥水不停流 水聲伴隨風聲 長面轉觀到令人憂心 三河橋下水流超團景 來到上次山陀兒颱風災情慘重的蓬萊林園 因為土石流沖進建物 目前都還在搶救當中 因為擔心漏水也堆起沙包因應 另外金山老街災情後也是空蕩蕩 如今再下雨店家繃緊神經 擦了可能五六成 街上沒什麼人知道 可能大家會害怕吧 我看這兩天下雨的情形 然後就會有沙包 海鮮餐廳先前損失二十萬 這次準備沙包冷凍櫃 也會用東西塞住 避免食物壞掉 於是不停歇陽津公路 十一公里處也發生攤翻 目前進行車輛管制通行 共辦效應威力不容小覷 TVBS新聞綜合報導